台南一名男子涉嫌诈欺跟毒品等案件 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但是因为没有到案被地监署通弃 夺了两个月之后才落网 不过就在九村之前 他也特别拜托远警 通知他的七小一家四口 就在警局前来做最后的传具 相拥类别 妻子上前拥抱丈夫 丈夫频频事累 彼此不舍道别 一旁两个孩子也和爸爸把握最后时光 一家人离情一一 地点竟然在警局 原来是因为丈夫要入肩服刑 本首于23日21时 查获一名有多项素型毒品的 诈气通气犯 王贤于今年3月书 遭台南地检署发布通气 躲藏近两个月 未免其在外犯案 经本首远警于辖区一间旅馆内 查气到案 这名丈夫设诈气毒品等案件 遭判十年有期徒刑 因为没到案 今年3月初 台南地检署发布通气 躲了将近两个月 警方在旅馆找到他 查气过程中 一度打算谎报身份 蒙混过关 直到警方喊出名字 终于瞒不住 借送前 他特地央求远警通知妻子 妻子带着国小儿子 还有4岁女儿赶来 一家4口在警局相拥类别 这一关十年难以相见 只判出狱后重新做人 别再一家分离 记者黄富奇 台南采访报导